外觀亮麗 以飛機艙為主題的公車後車停 走近一看 柱子板筋 凹一個大洞 一旁擺放三角錐 民眾看到議論紛紛 這座後車停 是西雲航空任養出資改造 今年7月16號啟用 打造成飛機艙造型 屋頂還有機場跑道 夜間照明相當亮麗 但好端端的怎麼會被撞到 整齊也掉了 監視器拍下6號凌晨 一輛小客車 不明原因先衝上連行道 再撞上後車停 造成後車停板筋凹陷 8月6日凌晨3點 本所接獲10通報 既用火車站前公車停遭撞 道場釣越監視器 發現知小客自撞後逃逸 本所立即派員前往駕駛家中 協同反鎖經久撤職為零 並依法自單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處法條例62條 一項駕駛汽車造勢 五人傷亡 事發當下公車處立即釣越監視器 向警方報案 也通知了新宇團隊協助維修 將向造勢者求償 我們公車接到這個訊息以後 立即調我們的監視器 同時向警方報案 也從警方那邊得知造勢者的聯絡資訊 目前我們已經請新航空的維修團隊 然後報價盡快的來修復 同時在我們取得報價還有修復所需的金額 我們會協助向我們的造勢者來求償 新的後車停才啟用不到一個月就被撞壞 所幸發生在半夜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警方針對造勢者進行酒測 酒測只是零 但駕駛造勢逃逸 警方除了將依法告發 駕照也將被吊扣一到三個月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